程程 我 是自己放手 还是我来啊 弟弟 这是我和程程的事 和你没什么关系 她是我女朋友 你说有没有关系 告诉你 没有下一次 阿爹 我困了 我们回去吧 我生气了啊 我知道 知道个屁 我不喜欢她看你那个眼神 我也不喜欢 阿爹 她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 所以你没有必要为她吃醋 为了不喜欢的人 让我在这儿挨动 阿爹 你说我应该怎么惩罚你呢 这个惩罚还满意吗 这样的 才满意 阿爹 马蹄脸 之前咱们在国外 不过也就是几面之园罢了 没想到这么有心 还能借得我的夫人喜欢马蹄脸 虽然只有几面之园 可是您和尊夫人 对我和程程的照顾 我一直铭记在心 想这之后如果有机会 一定表达感谢 这不就是机会了 干杯 干杯 谢谢 真是十分感谢 我们周遥无论是外在形象 还是业务能力都没得说 相信我们一定会合作得很愉快 当然 抛开商业价值不谈 我更欣赏深情专情的人 这也是我选择她的原因之一 好 合约 既然是李总的合约 那我想也就没有必要去过山了 要是程程也能这么爽快就好了 程程 程程 程逢 因为HA的初代产品的灵感 是来源于她的舞蹈 所以如果她能来代言的话 也算事情上添花了 对于商业价值这一块 我倒一点也不担心 单凭一支舞蹈 就能出圈霸宝的人 影响力可见一般 那很可惜 无论我怎么努力 她都不愿意接这个代言 可能是退圈久了 习惯了现在的安静稳定 不太想回到以前的生活 如果勉强她回来 对她而言 说不定也是一种困扰 当然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给您物色更合适的人选 好 如果有需要 肯定会再麻烦你 不过还是想再等一等 万一她同意了呢 她是不是因为我 才拒绝了你 如果是 我也不想让你为难 我们可以下次找机会再合作 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你可千万不要有任何负担 本来呢 我还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合作 让你们两个重修就好 可惜啊 她现在好像已经有一个小男朋友了 来 干杯 干杯